在台南的乡下 有一群人 为延续台湾传产的乡火而努力着 大家都在说 一间家乡要知道 地基就要我们 原工就是我们的地基 听说原工 最非来打招 这是建议我们国的基础 传统产业 是我们台湾最重要的经济基础 大部分隐身在不起眼的乡间 他们的员工稳定 忠诚 他们的市场从国内做到海外 一步一步 踏稳脚跟向前行 低调 专注 朴实 是这一群传产人的特征 过去二十多年来 传产已经从劳力秘籍 升级为知识秘籍 充分展现出本土产业坚强的实力与韧性 传产的竞争力要靠自己创造 高自制率才是永续经营的关键 早期冷气厂是从日本进口冷气来搭配 慢慢累积专业知识 才开始在台湾阻力整台冷气 现在不但与各大厂家配合 还外销到欧洲 香港 澳门 东南亚 就是要同心协力 将MIT的产品推向全世界 其实我觉得这间公司对年轻人来说 它不会限制你什么 它反而希望你有想法或是有执行力 我们公司虽然比不上外面科技大厂 那些大的公司 但是外面经济就怎么办 公司也不会把我们采取的 以及那个无心者 员工就像是我们的家人 经济好跟忙的时候 把工作做到大厂房 洗厂房 他们也都会配合 跟艰苦也相信公司 买到公司一直走下去 经济买的时候 我们更应该照顾一只相亭的家人 当你去执行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虽然会遇到挫折 会遇到错误 但是它并不会怪你 它只希望你从这些错误中 能在你下一次的规划也好 实践也好能找到一个借金 我们在这里像一只卦相同 四位走 四位吃 四位打招 外面很多都是柴员 然后甚至找不到工作 可是我们老板对我们 从来不会 真的 让冷气机的生产 由一二十年前 日本技术为主 成功转换为 全台湾高自制率的 空调厂家 就是为了替台湾的 传统产业 留下宝贵的技术人才 与开发成果 我公司的商品 就像我和孩子们一样 我都要把它摘成 让人家乐 商品拿好 人家爱它 我也觉得 真享用 真欢喜 面对全球化的竞争 冰点冷气 已持续参加 各种国际展览 行销海外 让MIT产品 有机会 在国外发光发亮 冰点做外销 秉持着一个信念 最好的 一定要留在台湾 传承台湾 传承精神 展现本土优势 所以冰点 坚持台湾生产 技术与人才 根流台湾 用在地人的精神 做在地人的品牌 成就台湾的MIT 我可以说话 但是我们做的英语 会提供话 冰点冷气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